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今天的话题主要围绕美国、中共、台湾展开 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将来一段时间的全球最大热点 近日,一位著名的美国专家发出警告 他说,习近平唯一的出路是入侵他国 他还说习近平任命了战争内阁 并正在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准备 而最新的迹象显示,中共对台密战已经开始 请大家对这个节目务必要看到最后 3月15日,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张家敦在他的推特上说 中国经济见顶,习近平唯一的出路是入侵他国 并希望获得最好结果 这里的他国显然指的是台湾 在接下来的几条推文中,他连续说 祈祷中共国不会为了解决他的问题而发动战争 在发生这一切之后,不能与中共政府有任何的妥协 他说的一切,指的是中共的间谍气球和俄罗斯战机撞击美国无人机事件 他说,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显示了中共对美国和拜登完全不放在眼里 俄罗斯击落无人机同样显示了他们对美国和拜登政府的不屑一顾 这两个大型侵略者认为他们现在可以为所欲为 此前两天,张家敦同样在英文大纪元撰文说 中共在大谈打仗并在做准备 美国需要积极应战 他在文章里列举了中国经济的种种糟糕情况 例如,人民币在贬值,粮食短缺正在恶化 地方政府没钱等等 而且中国民众怨声载道 自10月下旬以来 民众已经在各种示威活动中走上街头 一些抗议者甚至要求习近平和共产党下台 另外,许多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 越过分隔哥伦比亚和巴拉玛的达里安侠地区 步行到美国 与一年前的同期相比 10月至1月 美国边境巡逻队在南部边界抓获的中国偷渡客 增长了约800% 张家敦指出 除了北京的一个小圈子 没有人知道习近平的真实打算是什么 都认为中共决策者的想法是基于极定的政策 其实这将是极其危险的 因此人们应该看看中共领导人实际上在做什么 张家敦列举说 习近平在2022年10月份的中共二十大上任命了战争内阁 他正在实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准备 他一直在努力防止自己的政权被制裁 他正在动员平民进行战争 例如共产党的干部正在接管私人工厂 并将其从民用转变为军用生产 与此同时 中共政权也正在全国建立了国防动员办公室 而且预备依法在本月初已经生效了 张家敦指出 无论中共打算什么 其潜在的受害者都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 要阻止中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张家敦表示 从1月28日开始 中共的大型间谍气球侵入了美国空域 监视美国的核武器基地 间谍气球还靠近怀特曼空军基地 这里著有具备核能力的B2轰炸机队 以及控制美国核武器的战略司令部总部 这表明中共正在为以核打击美国的战略武器收集情报 也正显示出北京对美国的完全不尊重 通过张家敦为大家所描述的这一幕幕场景 可以看出中共的野心绝不仅仅是针对台湾 那只是他们全球野心的第一步 接下来将会是日本 将会是美国 将会是全世界 那么中共将如何快速实现其全球野心呢? 美国的另外一些军事专家指出 习近平在第三任期将继续深化军民融合和间谍活动 偷窃西方技术 以更低廉的成本加快建设中共军队 因此美国对此要尽快做到加强出口管制和反间谍系统建设 3月9日 前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代理副部长 詹姆斯·安德森 在接受福克斯数字新闻采访时说 如果没有间谍活动 歼20战斗机不可能比现在更先进 这就是重点 他说 多年来 中共国通过盗窃获利颇丰 他们很好地利用盗窃 已经搞出了先进的第五代战斗机 但是安德森指出 歼20与美国F22猛禽战斗机真正交手的结果还很难说 美国空军退役上校 特里·汤普森认为 中共国缺乏歼10的技术基础 踩在自由世界肩膀上的偷窃行为由来已久 如果你回顾一下中共飞机大规模的进步 他们生产的飞机看起来就像我们的F16、F15和F18 中共不是在自己的技术基础上构建新武器 他们没有技术基础 中共的偷窃对象 主要是发动机和动力系统方面的技术 中共没有能力给飞机涂上隐形材料 他们就从美国这里偷 美国军事现代化中心总裁兼总编辑克里斯·奥斯伯恩 2月2日发表文章 题为《几十年的中国间谍活动如何偷走了美国军事技术》 他指出 身穿弹头 新型硬化耐热纳米复合材料 垂直起降无人机和新一代潜艇静音技术 对美国的尖端武器系统意义重大 也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得到高度关注 而中共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至少招募了162名在该实验室工作过的华人科学家 不过 奥斯伯恩认为 即使中共拥有先进的武器 当美中两国的战斗机在太平洋上空进行空战 我认为美国将拥有明显的优势 因为美军的系统仍然更优越 而汤普森也认为 中共现在只有三艘航母 但没有数量可观的飞机能够降落在那些航母上 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飞行员 如果要成为太平洋的主导国家 这将是中共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目标 目前来看 中共对美国及其盟友 在武力上明显不占优势 但是对于台湾来说 最危险的还不是中共的武力威胁 而是他们对台的秘密策略 3月15日 台湾副总统赖辛德 完成民进党党内总统初选登记 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 大选定于明年1月13日举行 赖辛德在完成参与初选登记后表示 台湾位于印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 直接面对中共国日益增强的文攻武吓 外交封锁以及大湾核战两手策略 台湾正处于生存发展的关键时刻 我们一定要持续壮大台湾 坚守民主阵容 确保台湾的安全 赖辛德这番言论被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今年1月赖辛德就职民进党主席时表示 务实认定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中华民国主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互不隶属 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只有2300万人可以决定 这其实不是他今天的态度 多年前赖辛德访问上海时发生的一幕 让很多海外的大陆民众都大声叫好 当然这些民众不是知不支持民进党 而是支持赖辛德敢于面对中共说不 当时是2014年的6月7日 时任台南市长赖辛德在访问上海时 复旦大学的中共学者声称 民进党应该抛弃台独党纲才能改善两岸关系 赖辛德面无俱色 当众回应 台湾独立固然是民进党的主张 但程序上完全尊重台湾人民的自觉 这是经过社会极大的共识 陈水扁就是用这个主张去选总统 而且也当选了 他说 解决了台湾民进党的党纲 没有办法解决台湾人民 对台湾独立的主张 这番话 估计让当时在座的人都下得手心冒汗 这个赖辛德真敢说啊 但是 这还没完呢 赖辛德接下来说的话 就更让当场中共官员 所谓学者笑不出来了 赖辛德当时还谈到了两岸的学运 他说 1989年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的学运 复旦学生有响应 总计有400多个教授联署支持 并要求政府定位为爱国运动 视频显示 中共官员们一个个脸色铁青 赖辛德这番言论 在当时引发舆论轰动 与其他向中共献媚的台湾官员退伍将领 形成鲜明对比 也正因为这样 赖辛德成了中共政府的眼中钉 肉中刺 此前不久 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洪斌教授 向看中国披露 习近平交给王沪林的一个新任务 就是在2023年要实现所谓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 他介绍说 习近平要求王沪林和国台办主任宋涛 全力阻止民进党候选人获得2024年初的台湾大选 确保国民党候选人成为下一任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袁洪斌说 那就是要通过中共的大内宣和大外宣 同时要借用台湾内部那些蓝皮红骨的名嘴 政客和学者宣导战争的恐怖气氛 其口号主要是2024年 选国民党就是选和平 选民进党就是选战争 诸如此类的宣传 袁洪斌认为 中共目的是借助国民党这个政治代理人 重新获得台湾的最高领导权 最终征服自由台湾 而最新迹象显示 袁洪斌教授的上述警告已经开始应验 3月14日 中共江征派系的大外宣香港01 对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进行采访 并借赵春山之口表达以下观点 赵春山说 对于反对台独和接受九二共识者 采取恢复对话 扩大交流 协商统一 对于主张台独和不接受九二共识者 则采取非和平手段 硬的一手 不仅仅是武统 也包括经济封锁和制裁 至于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结果 赵春山说 如果是国民党重返执政 可以确定两岸很快就会恢复对话 交流一定会扩大 军机绕台必然减少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大 假如赖清德胜选 赵春山则说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 甚至比蔡英文时期还更糟 会糟糕到什么程度 现在很难预期 赵春山这份话 进一步证实了袁洪斌教授所说的 中共要借用台湾内部 那些蓝皮红骨的名嘴 政客和学者 宣导战争的恐怖气氛 因此台湾最大的威胁 绝非是中共的武力恐吓 而是台湾岛内 这种替中共发声的声音 台湾大选还没开始 一场暗战已经展开了 在即将来临的台湾总统大选中 相信台湾民众能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请不要忘记这历史性的一幕 2020年台湾大选中 1月11日 一名来自香港的黑衣女子 站在高铁左营站 她戴着口罩 头戴黄色工程帽 手举一张纸板 上面是简单的一句话 我是香港人 请珍惜你的选票 我们只能示范一次 这是无数香港人 用泪水和生命写下的文字 台湾朋友 加油 愿荣光归台湾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cadilly 字幕志愿者 先生